严松被剥夺政治权利 三个部门主管被免职 徐杰却升任常务副总 赵真吉在这种情况下 出任镇前大将 可谓前途一片光明 但他还不知道 摆在面前的僵士 变幻莫测的八卦镇 赵真吉到浙江 第一个命令 就是抓捕正碧昌和茂财 但却被杨金水拦住 人是注定要捉的 可正碧昌和茂财 现在正在跟几个徽商 在谈接手沈一时作访的事 把他们二人叫到这里来 就是不想下退那几个徽商 这可是违抗圣旨 赵真吉当然不能答应 杨金水必须得给他上一课 胡不堂的大营里面 紧缺军需 朝廷今年要卖给西洋 五十万匹丝绸 把沈一时的家财卖给徽商 就是为了解决这两件大事 这也是你接任后的大事 军事财政当然是大事 不过其中还隐藏着更大的 就是家境的小金阔可不能充公 钱都进了对公账户 还怎么偷税漏税练仙丹 赵真吉现在还搞不清楚 背后的猫腻 不过这两件事确实不小 但让郑和去办 他还是不愿意 这不等于侵权抢功吗 对此杨金水黑黑一笑 这两个废物赞个屁呀 咱家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是不想下退那几个徽商 下退了这些商人 我们还可以找别的商人吗 当然可以找别人 可今天来的这些徽商 都是胡不堂的通信 还有 这件事事先 我已经跟老祖宗请示过了 赵真吉愣了一下 天真的以为是胡东县发国难财 而嘉靖又想让他卖命 故意纵容给的好处费 恰好胡东县又是顶头上司 于是也只能同意 至于那些徽商 是不是还是等我明天 跟他们签约为好 先让郑碧昌和帽财 跟他们签约 赵大人明天不是更好谈吗 说白了 赵真吉还是不想放权 但杨金水师真的信不过他 毕竟他跟胡东县 有一层朋友关系 而且这话说的也没毛病 合同签完换甲方 到时候想不想承认 主动权尽在掌握 谁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不过这主动权属于杨金水 而不是赵真吉 也就是这一番话 终于让赵真吉意识到 面前坐着的是金水 而不是泥石流 这将是他在浙江的一大障碍 此时的郑和还在忙着招商引资 这段剧情有一道计算题 具体不太好讲清楚 反正是郑和被灰伤忽悠了 何茂财一个脑袋两个大 直接霸气撩话 两个蠢货兴高采烈来邀功 一进门才发现不对劲 赵真吉当即宣旨 大概意思就是 你们老老实实认罪 想活命就把钱交出来 怎么看都像强盗 郑比昌林走前 还不忘放话威胁 郑比昌这话 对杨金水已经不起作用了 但赵真吉却听出来 这里边还有制造局的事 上任第一天就一团乱麻 正是审案之前 他还要跟湖东县取取经 跟杨金水的第一次交锋 已经让赵真吉 感受到了浙江形势的复杂 他就像趴在玻璃上的苍蝇 看似前途一片光明 实际却找不到出路 对此 湖东县一语道破天机 浙江大案就是职呈评审考试 困难和机遇并存 听到入阁 赵真吉眼睛亮了一下 转过身去偷笑 十几年的朋友了 湖东县还是了解他 看破不说破 催着他赶紧清算 沈一时的家产 交归国库 这让赵真吉搞清楚了 转卖沈一时家产 湖东县根本不知情 但他却又错误的以为 是政河还有制造局在里面捣乱 而湖东县的理解也是同样 这个时候皇上派你到浙江来 是意在填补国库亏空 他们以往打着皇上的名号敛财 现在依旧打着皇上的名号 将应该交归国库的财产 转归制造局 家国不分 是我大明致命之弊 这件事你要给皇上上书 赵真吉一听这话立刻变怜 以为胡宗县要拿他当枪使 胡宗县直接给他交了底 因为上子皇上下到朝廷各部 还有你们这些同僚 都把我胡宗县当作严格老的人了 这件事你上书不公也为公 我上书无私也有私 剧情进行到现在 终于明确了一条重要信息 就是整个大明朝都还不知道 家境才是贪王本贪 就连看过帐策的政河 也只触及到制造局 即使向胡宗县官至封疆大吏 之前上书被驳回 也只是认为 严党的帽子把他锁住了 这就能看出 严松为什么一直不倒 因为这个背国侠太沉直了 而现在家境为什么开始打压严党 因为从帐策进攻的那一刻开始 家境已经意识到 藏在严党背后的杨金水 快要藏不住了 而杨金水之所以还能活命 就是这块挡箭牌还在起作用 就连胡宗县赵真吉这样的人 都没能看到杨金水背后的真相 胡宗县已经看到了结局 此时他能做的 就只有把抗窝大战打好 至于沈一时的家产如何处理 全在赵真吉一念之间 赵真吉骨子里还是理学之事 是非对错还分得清 为了国师 为了让你一心在前方平定倭寇 我也会替你送军需 也会替你把这几个同乡解脱回去 制造局面一定要把沈一时的作法 卖给其他商人 除非我明发上运或者内阁的基地 否则我会上述 我会去争 赵真吉能说出这种话实属不易 但他却不知道 这个案子并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打脸的时刻来的不要太快 抗窝大战就在眼前 赵真吉立刻着手履行自己对胡东县的承诺 追缴赃款 筹措军需 之前胆小如蜀的郑碧昌 倒是有了几分巡抚的派头 审案嘛 历朝历代都一样 开口就是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赵大人 还有四位上差 我郑碧昌拿过沈一时多少钱财 你们可以自己去查吗 此时郑碧昌掌握的信息是 沈一时没了 账策也被烧了 所以只要自己不开口 谁也查不出证据来 赵真吉拿大名律来吓唬人 可惜不如海瑞专业 吓不住他 那我要说我并没有拿过沈一时的钱财呢 郑碧昌说话间看向杨金水 因为他是唯一知情人 杨金水手上的玩具瞬间不好玩了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往哪看 赵真吉用尽各种办法 依旧拿郑碧昌无可奈何 突然大喊一声 中案直线 海瑞什么时候到 回忠诚大人 尚语应该昨天一早就送到了 如果快的话 今晚就能赶到 那好 郑大人既然不领我们的情 那就请回求使 等海之线一到 让他审议 郑碧昌露出了一瞬间的惊慌 海瑞的做派他是见识过的 赵真吉的功课没白做 但郑碧昌是绝对不能开口的 杨公公 您放心 不该说的 我绝对不说 该说的 我也不说 压下去 显然 这是威胁杨金水 该不该说的都是账策内容 郑碧昌死活不开口 就是为了保命 杨金水要是不救他 那该不该说的都得说了 这番话让赵真吉更加确定 制造局脱不开关系 两个人在门前相遇 郑碧昌的眼神从没有如此坚定 何茂财也跟着来了精神 插播一段 据说拍戏的时候 两位老师为了培养默契 演好这部剧 连吃饭睡觉都形影不离 这样的好演员 好像已经不多了 何茂财刚坐下 赵真吉就见人下菜碟 得 硬气不过三秒 赵真吉看出他害怕 继续强压 锦衣卫也乐意助演 何茂财还是没扛住 招任自己拿过钱 但却死不承认他了那么多 锦衣卫再怎么吓唬都不管用 这让赵真吉觉得这个案子另有隐情 此时同样的场景又出现在何茂财身上 杨公公 你老可要替我变冤 杨金水简直快被逼疯了 走也不是 留也不是 只能建议赵真吉先停审 但赵真吉却不答应 一是急着帮胡东县筹集军需 二是他也想看看 还能扯出制造局什么猫腻 这对他了解浙江形势有利 杨金水给他使了个眼神 为前方成目军饷才是真正的军国大事 赵真吉立刻明白 跟徽商收买沈医师家产有关 这也正是他承诺胡东县要跟杨金水摊牌的 杨金水这块挡箭牌就要裂开了 但在此之前 赵真吉的三观却先碎了一地 欢迎关注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